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你羞羞羞 你不在乎了 你不被静转了 是吧 你不被静转了 但是你开始被认知转 是吧 不是我经常说 你 他够静美丑嘛 他是美的 他是丑的 你认知了 你就已经被转了 刚开始是 他美他丑 我不取舍了 我坐在这 他美也是他的事 他丑也是他的事 我不会看见美的就晃 哎 我要我们俩保持一个联系吗 或者约会一下 他就丑的 我不跟他在一起 或者他身上有病气 或者是什么 各个都想 先是不被静转 慢慢的 你不被不定 就是说 慢慢不被了 他没丑勾结 不取舍 你好像不动了 但是你脑子里边有十 就是也十戒 二十戒 六十转 六十就是认知 我看见他 他穿着黑衣服 你就知道 人类才不是 这是人像吗 这不是被认知转吗 人类的认知和经验 就是黑的是什么样的 白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体验 过去的体验 觉受 还有就是人类的定义认知 这些又开始转你 这些定义认知就是理账 就是转 你把这个定义认知也停下来 停下来 这里边 每一个认知里边 都带着习气的 你带着人类的习气 你才说这是个扇子 这是个圆的 那是个黄灰的 这不是人类才这样认为的吗 其他道众生是不这样认为的 你是要回到空性 圆满六道 你无处不在 六十不转你了 这不还有六根转吗 先出六成 然后回到六十不转 然后回到六根 六根就是坐在这儿 你是个人 你有角色啊 比如说我很痛苦坐在这儿 这就转了 已经转了 知道吧 你已经起心动念了 认为是自己说 我是有情欲的 我是有贪见吃卖仪的 这个对六根的认知 就是内在的这些 你知道你在法界里边 你会觉得比如说 哎呀我觉得我起心动念了 好你这个认知知道吧 这虽然是六十 认知 但是你里边有瘦吗 你绝瘦 生根有绝瘦吗 你会觉得这个生根 其实你要是在微信的观察 你这个生根里边 就是这个身体 里边有海啸啊 有火山喷发啊 你里边是汹涌澎湃的 在这儿起来 就像大海里边一个浪 知道吧 你有感觉的知道吧 瘦及四孔 你转不了吗 里边是个绝瘦嘛 这个绝瘦起来放下 当你先不必六成转 再不必六十转 再不必六根转 那你就开始微信了 你就开始感觉到 自己这个肉体啊 坐在这儿 在法界里边 也是一个海浪 接一个海浪的 否则你这个肉体 怎么出来的 这个生根啊 身体啊 你那每一个瘦的认知啊 先停下来 你就越来越微信 越来越微信 最后我下人一下 才破完 不管从哪个根处 都是先不必外境六成转 然后轻下认知 然后慢慢回到六根 然后这六根的绝瘦也破掉 都是这样修的 否则你说只是说 别人说个啥 我不生气 这个还停留在对六成的分别 就是说成像上 你说没有 你最终你 你最到回到空性 你是更诚实度虚妄嘛 现在都在影响你知道吗 等你回到空性 你本来是空性的时候 你做六根做六成做六成都可以 你随便做啊 都是你啊 你现在不行 粗的就基本上不影响你 嗯 细的看不见 粗的看不见 粗的看不见 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 好 啥也没有 这就是粗的啊 我们不是你是在红尘里面行菩萨道的啊 你可是在家人 你不是粗的 你不能屏蔽众生的啊 虽然你说我不在乎粗的 都是怎么说我 骂我 他对我好 拖我 我就像寒山湿点 我自干了 风吹干啊 这些都可以啊 都不 舍 其实舍了一切嘛 舍自己的 其实人家是舍自己的东西 但是 我们先列的是六成不转 但是你有定义吗 是吧 你们有定义吗 这个世界是五作恶 是不是你定义的 这个世界是念牌基金的 极乐世界还是五作恶 所有的认知都挺啊 你这一块不是维系的吗 你 你可是要出人道的哦 你要破人像的哦 是吧 还有你上座 你的呼吸在那吧 你气脉 气血循环什么 这些都在啊 你呼吸 找人发找 这些看不见 但都敢 还有你的绝生啊 是吧 你空了 你你空城 你睡下睡觉 你饿饥饿 饥饿感 睡眠感 空城感 所有的绝瘦啊 绝瘦啊 瘦啊 这些都得转啊 六个人转的时候 嗯 这都是 这都是平时你根本过不少注意的 而且也刚开始修行 不会转的东西 刚开始修行 你说你不睡不吃吗 当然也闭谷也行脖子 但是刚开始大家不挑战这两个极限嘛 因为对生命有危险 啊 所以只是在情绪上停下来 不断的不断的跟城市都不贪恋不动啊 他不是说你贪恋六成就是 是你你贪恋六成就是六根六成六十都不假嘛 是吧 你对六成起反应是跟城市不假了嘛 就 关一切如梦怀泡影是一个修行方法 知道吧 你从这儿你才能回到空隙 关一切如至于他是真的他是 但是佛这样说的时候 你在意识里边是 把这个六根六成六 你已经有法相了 比如说他是什么样的 你在头脑中想象他是个虚妄的 想象他是个梦 是吧 这是在意识里边的定义 他不假他怎么能假 你在头脑中把他想象灭坏 其实他面对你的时候一点没假 你全身的感知到这个人事物在你旁边 是吧 你的角色是吧 如果他是个火球 你马上就别被烤焦了是吧 你坐在太阳 太阳说是梦怀泡影 你能坐在太阳里边吗 你不行啊 再梦怀泡影你受不了啊 是吧 但是 对空性来说 太阳的燃烧 太阳的 说太阳很热 这个是在你的 如来的空性里边 这个是也是没法泡影的啊 这个是假的 最重要是你这个 你要假 你要不假 这个东西就假不了了 先在六层里边 列不被禁转 但不舍慈悲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舍一切不舍慈悲啊 否则 否则你就 五起五亿也能 能叫菩萨当吗 五起五亿也能 舍了一切 是吧 当真正的身边的那个人 需要你的时候 或者是 当然是这个需要应约的啊 这个需要应约的智慧 处理这些 但是我只是说 你不舍慈悲就行了 慈悲也不能找众生下 否则你就累死了 改习气 我们大家现在都是很粗重的习气 不遇事还真没啥习气 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慢贪乱 好多东西都出来了 是吧 憎恨妒忌计较 这些东西全出来了 欺骗恐惧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不遇事气 坐在座介上没有 你只要有一个你在哪 这些东西 改不进的 就是说 它很难完全 总是留点余席 有余流的席气 你就会有盲区 你就会制造三界六道 就有幻境在你那 你就很容易被进入盲区 被进转 你在空性里边 你很清楚 你就圆正不了 你回不到空性 还有余席 你修行 没有一个找念的地方 嗯 敲呼吸啊 呼吸风大 性命 没有呼吸 你马上就 结束了 呼吸啊 而且还有就是修耳跟圆通啊 我建议你推荐 坐在那儿声音总是在吧 能闻的所闻的在吧 你其他的没着力点 你能闻的所谓的本能的反应还在啊 你坐在那儿闭上眼 我一说话你就知道是我在说 你本能反应在哪儿 你本能都没破 是吧 文与所闻都未经 第一步都没正的 是吧 你在头脑一经 就假如说 大家休息的时候 刚开始修 就是说很多以前修行过嘛 大家有时候必须要坐在一经里边 就像假如说 我拿我自己去里 比如坐在坐垫上 你突然在一经里边 你以前休息过 你在一经里边 会突然觉得自己变成虚空了 甚至你能在一经里边 低下头看到这个坐垫 你在一经里边会认知你空了 知道吧 但是你出来以后 其实你这个肉体是在坐垫上 你并没有空 你在一经里边 你在头脑都 这是在石 就是说一根里边 在一根里边 制造了一个虚空幻境 你在一根里边造了一个梦 这个梦是你变成了虚空 你变成了虚空 虚空是个像 你也是个像 你从一个像 变成了另一个像 这个行不行呢 这个也可以 就是说 这个在一经里边 把自己变成虚空呢 很有助于你去了 佛说的东西 就是说你会对自己很虚妄这件事啊 就觉得自己 多多说说 你没那么固执地认为自己 一定是个人力 或者是自己是一个女人 或者是那个像 着像就没那么着 但是呢 这个你要懂得 你只是在一根里边 把自己变成虚空 跟你真的空 差十万八千里 不是那样的 不是在一经里边 把自己变成虚空 变成一道光 所以很多人在头脑里边 坐在这儿 在一经里边 突然觉得自己 如虚空一样的 变成虚空了 或者变成光明了 或者是什么 但是回来以后呢 六根气脉动都没动 知道吧 然后呢 遇到事情的时候更烦燥 知道吧 因为觉得头脑里面 全是光很清净 遇到事的时候 触动的话 更烦就不想 不想参与人世界的这些 觉得人世界的事 都很俗气 知道吧 觉得人世界的 你出去看见 看见外边的 这些地方 全就像看垃圾堆 就是更俗 只不过是说 就像 你只是这个意境 意境里边清净 你脱离人道而已 就意境脱离了 但是其实你的肉体 你的本身的欲望 是就气脉没转 所以你不能在生活里受益 不能在三维受益 不能没功夫 就不能真正受 你从耳根 假如说我们从耳根圆通走 能闻的所闻的 刚开始你对 随着声音跑 后来就慢慢不是 不随着声音跑 这样轻轻轻轻轻 坐在这儿去 只是闻听 然后不跟着跑 慢慢的 你知道能闻的耳根 跟所闻的声音 都假的时候 你会时间久了 你这块的耳根的气脉 会开解 开解以后 你会觉得整个身体 是空灵的 你的心会定下来 但这空灵 跟液晶里边 变成虚空 是两个正量 这个液晶一空灵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 第一是 你是空的 所有的声音 都不影响你了 知道吧 所有的声音 就住不到你的心里 它入不了你的心了 然后你会发现 你空 第一是没有 声音进来 静闻不住 声音进来 没有地方可住 另外呢 声音进来 就像在虚空里边的回声 就是说空骨回音 虚空也如梦怀泡影 就是那个声音也如梦怀泡影 就是说你会得出两个支界 一个就是我如虚空 第二呢 你会得出说声音如梦怀泡影 就是 就没有可 可住的东西 没有能住的地方 因为声音要进来住 也得住你心嘛 你觉得自己心空了 这是个第一个正量 第二个 声音如虚坏 就觉得 没有能住的东西 就说声音本来就虚坏 你还住个啥是吧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就第一是 但是外边声音 不管是说啥的声音多大 都不影响你虚空的宁静 知道吧 第一步 但是呢 你认为你是个虚空 你认为你空灵了 就是 你会发现你的 这一块 这一块的气脉 包括这个胸 整个这些的气脉 都不 都会空下来 知道吧 气脉会转又绝受的啊 人会感觉到清安 然后感觉到自己 不被外境影响 然后 不是说自己在忍事 所有的声音来临的时候 自己这起不了 起心动念起不来 这是个正量 知道 这个正量呢 虽然声音不再影响你了 但是 你文语所谓 就是声音不再影响你了 但是呢 你认为自己 这儿是空了 而且自己认为 声音是虚妄的 如梦怀泡影 这两个支界就是着想 这两个支界 就已经是 就是恒迹 就是在修行的 文语所谓就在恒迹 就是说 还得所以继续修 绝与所绝空嘛 继续往下修嘛 所以每一个步 你看见声音不异象 你还在修耳根圆通 其实是没有耳根 是吧 本来耳根也八 声成也八 还有对声音的分别认知也八 这三个本来就是幻境 是吧 是你现在这个耳根 绝声成耳嘛 你现在从空性里面 起来了六根嘛 你本来玩的就是圆照境界嘛 你是圆照的 但是现在你变成我绝了嘛 你从圆绝变我绝了嘛 是吧 这个我觉得分成了六部分嘛 一耳鼻声声音嘛 人力是这样 这个六部分 眼睛所以只能看耳朵 只能听 为什么眼睛只能看耳朵 只能听是吧 你心的定义嘛 你心里面自己这样定义出来的 如果你定义这个强势物质的 你就穿越不了 知道吧 当你说定义 你看那些 有些烈功夫的 他虽然不了解空性这件 他在披一个砖的时候 有些人就披砖了拿手 他就想这是个豆腐 豆腐 他就观想这是个豆腐 他就说也真能把豆腐给披了 所以这个把它定义为啥很重要 但这个当然说 有的能披 有的就不行了 看他的 看他的专注力呀 绝招力 那个修得怎么样 你把这个 你有人力的认知 你怎么能出了三维呢 知道吧 你认为现在是黑夜 黑夜 现在是晚上 那几点到几点是白天 如此坚固的定义 知道吧 这就是第一 是吧 你怎么能超越人力的极限 人力的时空极限呢 东南西北都定得那么清晰 佛学它不是 所以不谈 我们打着向东向西向南 你也知道你在 就算科学也知道你在地球上 没有东南西北 是吧 但是在人倒是有嘛 否则 方位的建立是为了大家交流的方便 是吧 否则你从那边走 我说从那边 从那边 你说从哪边 我说从东走 是吧 你就知道 这是为了这个方位的确立 也吧 文字的确立 说文字 这是为了大家交流方便 有个定位啊 否则地球是圆的 我说从那边走 你往哪边走 告诉 是吧 没方向嘛 都是交流的方便 都是为了大家 生活方便用的 这些不会形成头脑中固执的肢戒 是吧 美丑构境善恶 这种东西 是吧 人力 你不要根深蒂固 人力就是那样的 就是你认为的那样的 包括人力都是这样 何况你在超越 撬出人道之外 是吧 这不都是威系的习气吗 习气不一定都是坏的 认知也是啊 人力的定义都是威系的习气 否则你怎么能再来人力 来人道受包呢 你没这种习气 怎么能投胎到人道受包呢 对人道的定义认知 这也是习气啊 使你在空性里面不圆绝了 是吧 六根的分别也是啊 所以你眼睛只能 不出你眼睛所看的范 是吧 心有局限性嘛 有毛区嘛 都是 我觉得从一根解脱 你别以为这个小小的耳根啊 当你耳根文语所谓第一步进的时候 你的深根都在改变 一根解脱六根全解啊 看看你的深根挺大的啊 耳根你觉得耳朵 大家说耳根觉得很小 说耳根也小 这鼻根蛇根都小 深根呢 是吧 觉瘦 瘦在改变啊 你一个耳根圆头能把身体的觉瘦在动 知道吧 你会看到你的身体 你可能有一天你会 当文语所文静 比如说觉语所就会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的身体已经不像肉体了物质了 可能从空气下一个海浪或者火山 噴发 每一个情绪起来的时候 你会清晰的观照到你身体的变化 不会爱西 有时候不会爱西医的那个 说是你是细胞转 细胞啊什么什么 新陈代谢 没有呢 你会感觉到你每一个心念一动 你的身体只不过是个幻境 知道吧 像一个海浪要扑出来 你成心这么大 它很虚妄的 你现在能感觉到深根的虚妄吗 你不感觉 你深印的虚妄你可能感觉一点 意识层面思想的虚妄感觉 因为它看不到摸不到 深根如此结固妄想 这年度还疼呢 还有觉受呢 摸到硬硬的物质的 你能觉得它虚妄吗 但是耳根源头 你第一步第二步 开始修到第二步 你就开始觉得深根在幻境里面 你坐在那儿 这个肉体不存在 你觉得它不是变成光明 就像你在一起变了光明 变了个虚空一下消失了 不是 它是 你真实的感受到它 它是很虚妄的 在形成的在变化 很虚妄 刹那刹那生命 你能按人道的角度来感觉了 就可以了 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找身体绝受的像 然后你也不会定义 哎呀我是有情愈的 我这样是痛苦 那样是快乐 你不会这样定义自己 不会觉得自己万恶不赦 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个臭皮囊 你不会找深根的像 知道吧 觉得父亲母学是臭的 就是这样子 你不会找这个根的像 从一个根解脱 六根缺解 一起开始 一个根在气脉转化变 其他根统统在变 大家难突破的是修尔哥越多难 一个根 就是初期这一段时间是最难的 就是就是进入文语所谓的这一块 就是刚开始就是 比如说些安住在声音上 安心安住 你杂念多嘛 安住的时候 安住在文庭里边 至于说安住在文信里边 因为更诚实都是文信 是吧 因为文信包含六个能文的 包括所谓的 包含对声音的认知嘛 是吧 这都是你空信里边 心象里边的东西 文信就叫自信 听懂了是吧 文信就是自信吧 好 我们现在要回到文信 就是回到空信 那是借助了文信来修空信 回到文信 你六根缺解信 也就是回到解信 也就是回到修信 也就是回到促信 也就是回到促信 也就是回到了空信 回到了如来的信 那对文信来说 能闻到耳根 所闻的声音 包括对声音的判断 认知取舍 还有定义 全不是文信里边的 全是文信 你安住在文信 安住在哪里 但是要知道 这三个都是假的虚妄 所以你局限在 你说我听见声音了 你只是人力的耳根 听见了人力的分别出的声音 滴滴 你说是汽车 是吧 只有人力的耳朵 才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才能知道 这个声音是高分别 还是低分别 大小 一只兔子在那 就不这样认为 知道吧 所以这些都是局限性 你要突破 源头嘛要突破 你先不要管它了 既然它是假的 忽悠你的 你现在要出人道 那么人力的 所有的听闻 认知定义 全部听下来 安住在文厅上 是因为你要用耳根来修嘛 那么你修耳根源头 肯定不是与耳朵有关系 就是与声音有关系 不可能跟面包有关系 是吧 就不修面包了 再不修味觉了 这就修声音 做人的安住在问题上 第一步呢就是 这一段时间你乱想 难一点啊 你坚持坚持坚持啊 你安住在声音上也可以啊 最好是往里手手 安住在耳根上 因为我们经常往外跑 如果你 你同时能安住三个都在这 是假的也可以 没关系的啊 因为如果散乱的话 最好安住在耳根上 能稳到这个地方 是吧 安住在这 一段时间以后 这块气脉开始动了 你只要很近很近 不起心动念 不跟着声音跑 这么气脉一动的时候 这一块就难住 大家就是有树脊的 眼睛会流泪啊 打喷嚏啊 有鼻眼的就犯了 有喉眼的也犯了 六根全动 知道吧 树脊全血 知道吧 那这个时候 就这段时间比较难啊 一些 吃药啊 如果是严重的时候 吃药 不严重的 继续修 扛过去就算了 是吧 如果你觉得喉咙也肿了 凡是你六根 而且耳根 切着肾 泥尿系统 全部要出问题 知道吧 整个身体全 切翻 你别以为是一个耳根在修 整个身体 全切动 全部在转 就转的时候 有些树脊会出现 就有些小毛病啊 过了这一块 你的整个身体 不是树脊好了 你的气脉就转了啊 然后你的整个身体 就开始空灵清安 知道吧 坐在这儿 有一天 声音过来了 好像 以前有个声音 你有本能分别 但是有个声音 你本能不分别 你会知道这一点 但是不是说你不知道 你知道他说啥 但是你可以取 可以不 可以听 可以不听 你就能控制自己 这个耳根的开关在你这儿了 你可以听他说啥 也可以不听他说啥 但是一直能知道他说啥 但是你不会 你这儿不会再跟着他动了 骂你夸你 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 对你不影响 外边吵出一大堆 外边啊 海啸啊 吵 吵 吵死你这块 只要你想进 你这块 哇 进得一 里边一 一个针掉底下都能听到 就是这块能进到这个程度 哇 进得 狂然寂静 里边无我 无人 知道吧 外边吵 吵出一大堆 跟你一点关系也吃了 不是 现在我们坐在这儿 你知道宇宙万法都跟我们有关系吗 在师兄里边 你坐在这儿 你知道你的烦恼 热恼恼的 又烦又 有时候憋屈啊 什么不舒服 为什么 有时候说我啥也没干 怎么活的也不是很幸福 什么等等啊 全宇宙跟你有关系 你知道吗 这是法界嘛 是吧 就算你说我就是个人力也好 你坐在你就是互联网里边的一个点 那些网络确定你有了 不是大家说现在有蝴蝶效应啊 或者这种解释也可以 现在我们就是想出互联网里撬出来 是吧 你撬出来就 撬出三界外不在我心中 野网也找不到你了 就这样 这么跳出来 把六根解体 六层解体 把法界啊 停下来 这个法界是你造出来的 在空性里边 你不断的起心动念 不断的无名妄动造出来的 三界六道是我们无名妄动弄出来 你这些妄动停下来 吸气慢慢你看得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清晰你就改了 说改吸气 当然说修行 它是改不彻底 你不修禅底 有些吸气你都看不见 知道吧 因为我慢你都看不见 有些东西 别修正经 别修禅底 破我笑人笑 其实有的大家现在是禅殿修的少嘛 有时候只是坐一坐 嗯 在红尘里边 很粗切的都被层转 六层都转你 知道吧 你说你修行没有着力点了 其实以前你 还是在粗切的 清理身边的逆远 或者是在粗切的 有形有相的修法 你现在没有着力点 其实真正的修行才开始 我笑人笑 你还在那吗 女人还在那 认知定义还在那 我笑人笑 众生笑还在那 只不过是你跟他不打交道的 不在意 对吧 你发个月普度众生 马上众生笑 缺陷起 对吧 还愁没有着力点 对吧 你马上就觉得好累 是吧 还想一想你就累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想想三戒六道 就是你就累了 众生 你不想好的 那些邪恶的不好的那个像 在你头脑中 呜呜呜呜呜 伸法像嘛 全部电影里边看的 全出来了 还有你平时不喜欢的那些像 却冒出来 在你的法界里边冒啊 三戒六道地狱众生的那些 你说那些 与脸根性习气啊 都冒啊 然后你可能突然就想起 哎呀你曾经对谁 很好 他最后还忘恩负义揍了 你都等等啊背叛你了或者是什么 你全想起来了 是吧 啊 全 众生像啊 你破了吗 是吧 你都不敢想 还要做做电影 全世界跟我没关系 这还安静一些 我是个菩萨 我要普度众生 你马晚了是吧 然后我也出来了 众生像也出来 我像出来了 我像就是你对众生的定义 知道吧 那就我呀 是吧 文殊菩萨肯定不能要定义众生 是吧 写佛写写就迷茫了 都不知道怎么写下去 所以一定要修正 我不是半天就说你怎么写 写破六成写 写 更成十三个嘛 亏信就在这里吧 嗯 要通过产地是吧 这就是产地 还坐在你本来是如来的这个见地上 然后呢 破这些东西 破一切像啊 你就是一切 破了这个就是如来 那 修正 修正 蛮简单的 嗯 那打坐的时候是放那个音乐是 听那个音乐的 修专注的 你现在不是散乱吗 你坐在那东想西想的 是吧 一会儿你的身体不行了 一会儿还有本能的 佛说不要分别 但你有本能分别嘛 是吧 我打你你本能的疼 你不分别 他马上就分别 超光速的很快啊 我妈你马上听见了 是吧 快你也听见了 是吧 只要听你名字你也认啊 你不是佛吗 怎么又别人力了 是吧 你不是在坐地上也认 马上就认了 西气 那就叫西气 可快了 是吧 我春夏就照这个名字 就说讲也讲不起 说我妈的隔壁那个也不行 然后说你不是佛吗 如来吗 如来不是无形无相吗 三戒六道 这个不是这个女人相吗 你不是现在要破根层 是六根吗 如果在石正里边 这些都不能认啊 当然在生活里边 你要认啊 你妈喊你 你说我不是啊 这也不行啊 是吧 就这样修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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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